我拉第一種是剛才做過 第二種是 除了高之外 還有一個效果 高是你看到它彈得很高 但是聽的時候你覺得兩種跳功有什麼不同 你怎樣形容給別人聽呢 第一種又怎樣 第二種又怎樣 你會怎樣呢 除了你看到它第一種是高之外 第二種是比較圓潤的 第一種其實很硬滑滑 因為它硬滑滑 所以出來才會彈到這麼高 這個就是咬緊了拉 少一點什麼呢 比起剛才我說圓潤那種 小圓潤那種呢 是一個半圓形 是一個弧形 不是直接落直接走 是 它不是真的左右左右 其實是彎的 所以我們拉的時候 如果有這樣的想法 出來的效果會 它沒有那麼硬 而做這個動作 不用很大 其實你在很少的範圍裡面 都 我不知道你能否看到 你看一下 我的弓毛在弦上面 就不是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將我的難度呢 加強一百倍 我用弓招去拉 但是如果 我想證明 我想給你看一下 如果 你有一種音色效果 在你這裡的 你想要的 就算你拿著那支 是一支棍 一支木 完全平衡 都不是一支弓的話 你仍然會做到 差不多八九成的效果 就算不讓我用空間 因為我想要的效果 是一個 你剛才說的笑笑型 所以你有這個效果 這個是更加重要 另外就是看看 可不可以手碗放鬆些 如果手碗很硬的話 你落的時候 不懂 就是手碗不懂 不懂 不懂 去卸了一些力的話 它的力量就會完全落在弦上 弦上 弦受很多力 它又會給你這麼多力 你會彈到很高 大概這裡左右 我猜 那麼高 其實現在不太像跳弓的 真的 因為你沒有離開 你的手在弦上 可是如果你看我跳過 拉完一個音 無論落還是好 一定要離開 這很高 它未必射り也真的很高 但是真的離開 我可以試一下這樣的 簡單 偵大進了 Rate 鐵路鎖 然後我想大家看一下弓和跳鍵 不要看好,沒有東西看 來一次 好一點,來一次 其實不是很平均 有時候你的上弓 你的上弓離開的弓的次數是多到落弓 但是要 你每一弓落和上之間是有氣的 在弓無和跳鍵之間是要有空氣的 對 是嗎?連起來了 連起來了 遲一點,是嗎? 會不會乾淨很多 在這裡 像個星星 在這裡 我們來看看 是嗎? 我們來看看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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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我們來看看